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周四6月24日以历史高点开盘 受到特斯拉和其他顶级科技公司股价的提振 因为数据显示 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 表明劳动力市场在稳步复苏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上涨15.13点 0.36%报4256.9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85.5点 0.60%报14357.265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上涨59.67点 0.18%至33933.91点